好的电影 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小明的媳妇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军国主义的悲剧 《母亲》 这部电影是K星人 没有什么比猫粮更好吃和羊枝球推荐的 么么哒 也上家带居住在东京 是位贤惠的家庭主妇 能够把一切都打理得紧紧有条 然而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就算他再心灵手巧 日子也过得紧巴巴 此时正值1940年全民备战的时候 国家自打实行军国主义 就不断对外发起战争 成年男子几乎都被拉撞钉 物资也都攻往前线 留守在后方的人自然不会有太好的生活 更何况还有一顶政治敏感的帽子 牢牢扣在家带的丈夫头上 丈夫也上资时常思考 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他的国家 对外侵略变为盛战 几乎所有人都为此鼓吹送咱 这种入侵者行径 真的值得人们去追捧吗 这种质疑和反对 让他被当局盯上了 他的文章频频被退回 经济状况岌岌可危 除了一屋子书籍 家里就再也巴拉不出丁点之前玩意儿 堂堂一大学教授竟然沦落至房租也交不上 家带并没有因此埋怨丈夫 在他的眼里 丈夫温柔体贴 女儿们活泼可爱 这些已经足够驱散忧愁了 虽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但最为难人的 还不是钱 资的思想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会引爆 他先前已经被警察约谈过好几次 真是让家带有心忡忡 二月的那个夜晚 双痕露重 家带忽然从睡梦中惊醒 他惹惹不安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不其然 一对特务警员深夜造访 当着家带和女儿们的面 给子戴上了手铐 并惯上思想政治犯的罪名 从警长的话语中 家带知道这次可能会十分糟糕 子也将这些话听在心里 他并未太过慌张 事已至此 害怕又有什么用呢 他柔声安慰着妻子与女儿 向他们许诺 自己一定会平安归来 丈夫被带走了 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 阳光透过窗子照了进来 整个屋子都亮堂堂的 一切与以前一样 一切又不一样了 那个会带着孩子们唱歌 领着一家子做游戏的资 不再了 但家带仍旧抱着最大的希望 女儿们将自的照片摆在餐桌上 有时还会加一些菜放进父亲碗里 当作她仍陪在自己身边 丈夫走后 家中失去经济来源 林里为家带找了份工作 让她能够赚点微薄的薪水糊口 每天五点半 她便起床为女儿们准备便当 随后开始打扫屋子 这一切都得在她出发前完成 待下了课 她就得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准备晚饭 以及处理杂事 家带肩上压了挣钱与持家两个担子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她来操心 同时还得去警局打探消息 好在家带的父亲给她带来了一笔钱 起了燃眉之急 但父亲作为警察 对资这种私想犯女婿 可没什么好感 先前她就反对两人结婚 如今自让女儿过得贫困潦倒 自己也锒铛入狱 父亲心里更是不满 家带对此也无可奈何 只能不停宽慰着父亲 希望父亲对丈夫能有所改观 除了父亲前来宽慰家带的 还有小姑子九子 九子原本住在广岛老家 现在前来东京学美术 九子温柔善良 认为自己得替哥哥 好好照顾这个家才行 于是她便长居也上家中 替家带处理琐事若干 九子的到来为家中带来了一缕阳光 小赵与小初都十分喜欢 这位亲切美丽的姑姑 资的学生们也伸出援手 珊琪就是其中之一 珊琪看上去是个严谨的学者 可有时候闹出的笑话 连孩子们都被她斗得前仰后合 珊琪曾备守资的关照 于是她便经常来帮家带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个蓝颜祸水还引起小初 与小赵尖的纠纷 两个小屁孩都想着长大后 要嫁给珊琪 这个看似严肃 却有信思细腻的男人 连九子也对珊琪有好感 可珊琪却倾慕着家带 这份感情也许永远得不到回应 于是她便藏在心底 只用自己五文弄墨的双手 替家带干些体力活 有了珊琪与九子的帮助 家带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 可这生活永远是你解决了一件事 一群麻烦又接踵而至 现在国内实行的经济体制 旨在全面支援国家战争 随着国家对外扩张的速度加快 需要的物资也愈发庞大 平民的生活一日不如一日 粮食变得短缺 肉就更别提了 连过冬的炭火也被削减了份额 这些资源全部优先供应给了前线 虽说大家都觉得 打仗能让他们以后过上好日子 但国家打完亚洲就想打美洲 打完美洲又计划着朝欧洲进攻 打来打去 买东西要更多的钱了 过日子要更多的钱了 可这钱从哪来呢 家战不敢停下 也不能停下 她害怕自己多睡一会儿 这个家就凑不出下一顿的粮食 坚持之下 日子似乎逐渐引来些希望 她向警局提出的探望申请 得到了回应 家战带着小女儿来到警局 给丈夫送上新衣服与便当 身处牢狱的姿 已憔悴得不成人形 手上背上满是洞窗 不过这每日臭饭馊菜的 能活下来已是万幸 其实姿只要承认自己错了 再将战争的神圣鼓吹一番 便能逃离这个牢笼 可只有家戴知道 自己的丈夫有许多项毛病 她既怕冷也怕热 身子娇贵得不行 可这样一个人 脑子里装的事情却最难改变 后来自被转建一个居留所 依旧无法回家 不过日子要比监狱中略为好一些 最大的改变就是她能够与外界通信了 这个消息让家戴与孩子们十分激动 他们在信中写满了对父亲的思念 给他讲述身边发生的琐事 为育众的姿带去一份慰藉 错过了女儿们的成长 姿只能以文字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祈祷女儿们能够身心健康 丈夫的来信中除了慰问妻子与女儿 剩下的就是希望妻子能帮她带一些书来 家戴去老师家借书时 又因丈夫的思想问题 遭到老师狠狠斥责 没想到连老师也不理解姿 家戴愤然带着女儿离开 她的内心被一块石头压得喘不过气 与姿抱有同样想法的人太少了 就连卖探的大叔都和她说 以后大和民族要称霸全世界 国内对于战争的支持 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 几乎所有人都是将打仗放在首要位置 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去攻击天皇与军队 可这是正确的吗 家戴不明白 为何因为反对入侵别人国家 就要被视为背叛 明明自与其他人一样 深爱着自己的祖国 除了山崎与九子外 家戴与其他人相处时 都只能将真实的想法埋进心底 不敢透露一丁点 但奈良来的救公是个例外 这位救公行为粗鄙 生活习惯也十分脏乱差 他从来懒得管别人的想法 只图自己开心 对战争捐款也不屑一顾 在他眼里 辛辛苦苦挣的钱 当然是要留给自己享受 卷取打仗又能带来什么好处 家戴却十分喜欢这位救公 也许正是救公的这份真实 才能让他放下防备 稍微放松一些 不过小初可就不这么想了 在他眼里 救公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小气鬼 简直都要掉进前眼里了 嘴上说着是要来探望母亲 实际上只是在他家蹭吃蹭喝 这个小气鬼救公 最终因为惹恼小初 被家戴请离回去了 他离开时的那辆列车上 载满前去服役的士兵 救公叫过前来送行的山崎 将用必生积蓄换来的戒指 留给了家戴一家 直到这时 小初才明白 救公并非他想的那般不堪 只是当初 一将冷言冷语说出口 临别再做道歉 总会有一份遗憾萦绕心头 可惜在这之后 他再也没有见到救公 这个看似自私的老头 不久之后就死在了山里 只是不知道那时山中 是否如他所愿 送走救公后 家带引来一个恶号 丈夫在思想检查中 又犯了大错 建姿死不悔盖 屡屡诋毁战争的神圣 检察官十分愤怒 再次把这个叛国贼 扔回拘留所 女婿犯了叛国罪 家带的父亲 也因此受到牵连 失去了警察局长的职位 父亲认为姿祸害了一家子 催促家带 快点与姿离婚 但家带拒绝了 他不明白 为何无人相信 子并非背弃国家之人 这个国家已然沸腾 再也无法容忍一丝理智 愤怒的父亲 立刻与家带顿绝来往 舅公走了 父亲也与他心同陌路 还好山崎与九子 依然陪在家带身边 可过了一段时间 九子也带来了一个消息 广岛的母亲病重 他不得不回去照顾 在此之后 九子可能就直接 在广岛结婚成家 在家带与孩子们 依依不舍的告别声中 九子离开东京 回到了广岛 几年后 原子弹在这片土地上炸开了 巨大的蘑菇云 带走了无数生命 侥幸存活之人 也备受辐射的折磨 那个笑着对家带保证 以后会代替哥哥 照顾他们的女孩 最终因为原子病 离开了人世 时间一天天过去 在等待自归来的期盼中 新年将至 家带终于得以与丈夫相见 只是丈夫头发半白 身体消瘦 与记忆中的模样 相差甚远 时隔数百日 自终于回家了 然而一同围在小餐桌旁 畅想歌谣的时光 已经一去不还 他终究没能熬过寒冬 在拘留所闭了眼 丈夫离世之后 家带照常到学校 为学生授课 他还要拉扯两个女儿 好好照顾这个家 停下便会被撵过去 消散在这个荒谬的年代 他不过九十来斤重 就似乎已经能将天扛起来 一个叛国贼的死亡 并不会带来多大影响 国家的征服行动 已经依照计划 从亚洲拓展至全世界 士兵们奔赴着亚美欧洲各大战场 赢了 他们就举国欢庆 输了 就派更多的人力物资到前线 国家在前进 但家带身边的人都在离他远去 如今 只剩下两个女儿 与珊琪 珊琪与以前一样 时常到老师家帮忙 珊琪为了感谢珊琪 送给他一双袜子 当作礼物 还感慨着珊琪对这个家有多么重要 谈话间又提起当年破袜子的糗事 可珊琪脸上却没有多大笑意 犹豫许久后 他最终告诉家带 自己即将被征召入伍 他曾因为身体缺陷被免了兵役 可现在前方战事吃紧 如今连他这种左耳失聪的人 也要被派上前线 这场离别来得太突然 家带不明白 为何连珊琪也要上战场 他身体不好 带孩子游泳都能溺水 性格温和又有点沉弱 派这样的人去 难道不是送死吗 可即使再不舍 家带也只能目送珊琪离开 1945年8月15日 家带的国家 以一份停战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了 以战败的形式 家带最终也没能再见上珊琪一面 倒是珊琪的战友找到了他 原来珊琪预料到 自己可能会死在战场 并提前托好友给家带 留下最后的告别 珊琪的预感没错 第二天他们乘坐的货船就被击沉 这个不会游泳的人 最终场面于深海 同旧宫丈夫与九子一样 珊琪也离母亲而去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经济十分低迷 家带的日子也愈发不好过 多余的物资已经不再奢望 能够寄一顿饱一顿地活着 已是万幸 好在两个女儿都顺利长大 小赵继承九子姑姑留下的话具 成了一名绘画老师 小初则成为一名医生 两人都结婚生子 生活美满 家带去世前 女儿与孙辈都围在她的床边 小赵握住母亲的手 告诉家带不久之后就能与父亲相见了 终于要与丈夫见面了吗 还有旧宫 九子 山崎 以及那些早早就离去的人 可家带却说 在黄泉与他们相见 有什么用呢 她想要的是在今生 与他们一起好好活着 可这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些活生生的至亲的性命 都被生生剥夺了 既无世俗的相守 又何须天堂的婚娱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接下来你将看到19年的台词日历 扫描以上二维码 进入K星人的店 就可以购买这本台词日历 我们下期再见